作为一本个人的圣约书和历史书 埃塞格比亚版本的伊诺克书 以前的名字很可能叫伊诺克语录 写了他到天堂的旅行 和他在地球四个角的旅程 当他到达北方 向着地球北部的边界走 他看到了一个很大很辉煌的装置 但这个装置是干什么用的 却没有得到描写 他又看到就像在地球东边边界所看到的一样 天堂的三个入口 通过这些门 他看到了里面正在下着冰雹和雪 然后我就到了地球南部的边界 从天堂之门里面看到了路和雨 他又去了东边 看到了天堂的星星穿过并消失 当伊诺克去地球中间和地球东边及西边的时候 过去和未来主要的秘密和奇迹才呈现在他的眼前 在地球的中间是未来的耶路撒冷的神殿 在东边是知识之树 在西边他看到了生命之树 在东边的行程中 伊诺克经过了群山和沙漠 看到了水流过被云和冰雪覆盖的山顶 看到了释放出不同香味的树 冰被称为不流动的水 再向更远更远的东边走 他发现自己回到了和厄利特里亚海接壤的群山里 继续走他经过了佐提尔 这里有天使把守着天堂的进口 他走进后就到了公益之园 在许许多多的树里边他看到了知识之树 有冷山那么高 他的叶子就像长角豆 而他的果实就像葡萄一样是一串一串的 陪伴他的天使说 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在被赶出伊甸园之前所吃的果实 在他西行的途中 伊诺克来到了一座日夜燃烧的山脉 在山脉的前方 是一个被六座山所围成的一个圆形地带 山又被很深很险的峡谷分开 第七座山在中间处立 山上很像是一个宝座一样 充满芳香的树就环绕着宝座 在众多树中有一颗的香味 我从来没有闻到过 它的果实就像海藻树的果实一样 陪伴他的天使说 中间的那座山是一个宝座 最伟大的光荣的上帝 永生的国王会在下放地球时到这里来坐 至于那棵独特的树 天使说 至于这棵香树 在大审判之前所有的凡人都不许碰它 它的果实是给选中的人吃的 它的芳香会留在他们的骨头里 他们会在地球上得到永生 就是在这些旅程中 伊诺克看到了那些天使的翅膀上 会套着很长的线去北方 当伊诺克问到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陪伴他的天使说 他们去做丈量工作了 他们会带回来最准确的丈量结果 和他们最准确的测量工具 绳子 这些测量结果可以揭开地球所有的秘密 在访问了地球上所有的秘密地方以后 现在到了伊诺克去往天堂旅行的时候了 他先是被带到一座直通天堂的高山顶 然后又去黑暗之地 他们 天使们 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 这里的人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变成人样 之后 他们又把我带到了一片漆黑的地方 这里的一座山通过山顶到达天堂 我看见了智慧者的聚所 宝藏一样的星星和闪电 在黑暗的更深处看到了火焰弓和火焰剑 还有剑筒 火焰剑和闪电 但是 永生却从亚历山大的手中划走了 因为他寻找的是与他宣称的目标 伊诺克相反的方向 当伊诺克正在接受神的赐福的时候 法老们跟上来了 就这样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他被上帝认为是值得赐福的 所以天使们带我去了生命之缘 继续走 他又到了一座火屋 当我走进去的时候 我靠近一堵水晶座的四周环绕着火焰的墙 我开始感觉有点害怕了 我走进了环绕的火 来到了一个用水晶座的很大的房间 地板也像是花纹嵌式的水晶 天花板像是一条由星星和闪电铺成的路 在他们中间是二级天使基督国 他们的天堂就像水一样 熊熊燃烧的火焰包围着墙 门也发出火焰 当我进入那个房间的时候 我既感觉像火烧一样的热 也感觉像冰冻一样的冷 我又看到了一间房 比前一个还要大 它的整个大门朝着我打开着 门是用熊熊燃烧的烈火组成的 里面有一个极高的宝座 看上去是水晶座的 宝座的轮子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 后面是二级天使基督国 从宝座的下面喷出火焰 挡住了我的视线 难以继续往下看 到了火焰河以后 伊诺克被带到了上空 他看到了整个地球 地球上所有河流的河口 所有的角柱石 还有地球上风吹云动的景象 再往高处 他就到了风组成了天堂上顶的地方 我看见了天堂的风 把太阳和星星都从四周吹过来 走在天使的路上 他到达了天堂的上空 在那里他可以看到世界的尽头 在那里他还看到了天堂的延伸 他能够看到七颗星星 就像发光的大山一样 七座美丽的石头 组成的大山 无论他从哪个角度看这些天体 总有三个是朝东的 那东边便是天堂的火焰地带 在那里 伊诺克看到了不断升降的 一列列火焰 火焰喷出的量 无法知道 就像在无限地从宽度和高度发展 在另一边 这些天体向着南方 在这里 伊诺克看到了一个无底洞 上面没有天 下面也没有地 是一个空虚的奇妙的地方 当伊诺克问 是谁在带着他往高处飞的时候 天使回答说 马上就到了天堂尽头了 那里是天堂和地球的尽头 也是星星的监狱 和天堂的主人的所在地 中间的那颗星星 慢慢地飘到天堂 就像是上帝的宝座一样 有一点雪花石的特征 宝座的顶部像是蓝宝石 那颗星星就像是 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伊诺克继续在天堂旅行 他说 我到了一个十分混乱的地方 看见了一些恐怖的事情 他所看到的是 天堂的星星都被绑在一起 天使向他解释说 这些星星在天堂 违反了上帝的规矩 他们要等到一万年以后 才能被放开 在总结第一次天堂之旅时 伊诺克说 我 伊诺克 自己看到了所有的事情 没有人会看到我所看到的 在天堂里 他被传授了所有方式的智慧 他回到地球 是为了向人们传授这些知识 这会持续一段时间 具体多久不清楚 伊诺克被藏了起来 人们的孩子们都不知道 他被藏到哪里去了 没有人知道他住哪里 也没有人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但是 当大洪水将要来临时 他给他的曾孙诺亚 写了一封信 劝告他要行公义 这样做他就会得救 在那以后 伊诺克又从地球上的人中间 被马车带上了天堂 他的名字从此消失在了人间 很明显 亚历山大的奇异旅程 寻找永生的先人们 给他们带来了独特的经历 岩洞 天使 地下火焰 火焰马 和火焰马车 或火焰战车 很明显 在基督时代的前几个世纪里 亚历山大或他的历史学家们 也可能两者皆是 都相信 如果一个人要得到永生 就必须模仿 埃及的法老们 因此 亚历山大关于永生的一个观念 即必须要通过寻找一个半神的先人 才能得到其秘密 是受到一个埃及神的启发而得来的 他并没有直接去追求 与希腊的神有什么密切联系 从而进入天堂得到永生 这是一个事实 而不仅仅是传奇 亚历山大也觉得 这样做很必要 所以 他在小亚西亚击溃波斯人的防线后 并没有再追击他们 而是去了埃及 他去那儿是为了寻找神奇的根 在那儿 开始寻找生命之源 希伯来书讲到 在重新回顾了那些独一无二的凡人 怎样通过神的邀请 从而摆脱了凡人的命运的故事后 古代埃及人把这种奇遇 从一种个别者 由神那儿所得的优待 变成了或固定成了一种权力 当然 这种权力不是对于那些政治的人 而是对于国王及法老的 凭的是他们坐在埃及王位的宝座上 根据古埃及的传统 这是因为埃及的第一批领导者们 不是人 而是神 埃及的传统保留了天堂之神 无数次从天蝶来到地球的事 当埃及被水淹没的时候 一个伟大的神就来到地球上来了 他修筑堤坝 把尼罗河水拦住 开垦田地 把埃及从水和泥中举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埃及的绰号叫 被举起来的土地的原因 这位年老的神叫布塔 开拓者 他被看作是伟大的科学家 建筑大师和众神的异将 他甚至也参与过造人 他的助手经常被描绘为 棍子仪器或是侧杆 非常像今天搞调查的雇主 雇佣去做实习测量的 棍棒仪器的人 埃及人相信 布塔最终在南部退休了 在那儿 他用它事先在一个秘密的峡谷 安装好的泄水闸 继续控制着尼罗河的水量 泄水闸的位置 就在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处 也就是今天 阿斯旺大坝所在的地方 在离开埃及之前 他修建了自己的第一座圣城 为了纪念天堂的神 他给这座圣城命名为安 在圣经中 这座城叫安城 希腊人则称之为太阳城 赫利奥波利斯 同时 为了纪念天球 布塔给自己的儿子 命名为拉 作为埃及第一个神统治者 拉的雕像被立在了城里 拉 一个伟大的天堂和地球的神 又在安城 修建了一个特殊的圣坛 里面放置着本本 一件秘密的物件 拉就是通过这件秘密的物件 从天堂来到地球的 最终拉还是把王国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属于阴间之神 奥西里斯 另一部分属于混乱 暴风雨 沙漠之神 塞特 但是 把王国分给这两兄弟 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他们之间合作的并不好 塞特一直想着 推翻或者杀死他的兄弟 奥西里斯 经过一些周折以后 最后塞特还是成功地 把奥西里斯 骗进了一幅棺材 并且立刻封死棺盖 并丢进水里 伊西斯 奥西里斯的妹妹和妻子 斯生育的女神 它的象征物是牛角 绕着日轮或月轮 在今天的黎巴嫩沿岸 成功地找到了那幅棺材 他把它藏起来 并召唤其他的神 来帮助他把奥西里斯救活 但是 塞特发现了尸体 并且把尸体剁成了碎片 而且塞特还把尸体碎片散开 撒到地上 在伊西斯的妹妹 死之女神奈弗蒂斯的帮助下 伊西斯捡回了那些尸体碎片 除了生殖器官以外 然后在把奥西里斯的尸体碎片 拼在一起以后 后者复活了 之后 奥西里斯继续在另一个世界和众神 一起活着 神学著作是这样写他的 他走进了秘密大门 永生的上帝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 和他走在拉的路上 奥西里斯的埃及王位被他的儿子 何路斯所继承 当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妈妈伊西斯 把他藏在了尼罗河的芦苇里面 根据圣经所说 这正是和摩西的母亲所做的一样 以防止塞特发现他 但是他却被蝎子遮了一下 然后死了 他母亲连忙去找具有神奇魔力的女神 透特帮忙 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透特马上从天堂下到地球上来 使何路斯复活了 长大以后 何路斯开始挑战塞特的王位 双方的争斗范围十分宽广 并惊动了天上的众神 后者力劝他们平息争端 根据历史文献的描述 何路斯用一个叫纳尔的武器 向塞特发起进攻 纳尔 这个词在古代近东的意思是火柱 这种天上的战车 是一个很长的圆柱形的物体 它有一个漏斗状的尾巴 前面有一个喷口 光束就从这里喷出来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天上的潜水艇 在纳尔的前端 还有两个前灯 或者说是两只眼睛 埃及传说称他们会在蓝色和红色之间变化 战争持续了几天 双方都有胜败 赛特被从纳尔里面射出的一种矫质的东西 一种特质的鱼叉击中了 并失去了高丸 这下赛特怒火中烧了 在西奈拜脑的最后一次战役中 他用火术射中了 核露斯 核露斯因此丢掉了一只眼睛 伟大的众神们呼吁他们休战 并坐下来谈判 由于再三以后 曾经统治地球的地球之神 决定把埃及交给核露斯 并正式宣布 核露斯是拉和奥西里斯的合法继承人 从那以后 核露斯就得到了猎鹰的象征 而赛特则成了亚洲神 并以游牧民族的负重动物 西奈驴作为象征 核露斯的即位 是分裂为两块的埃及 又重新得以统一 但在之后 王位的继承问题 一直延续进了整个埃及的历史 因为后来的每一个法老 都被认为是 核露斯和奥西里斯王位的占领者 赛特的继承者 目前尚不知是什么原因 核露斯的统治下 发生了一系列动乱 这些动乱持续了多久也不知道 最后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 一场王朝竞赛开始了 一个叫美尼斯的人类 继承了统一后的埃及的王位 就在那个时候 众神们授予埃及以文明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叫的宗教 由美尼斯开始的王权 持续了26个王朝 经历了26个法老 一直到波斯 在公元前525年 对埃及的占领 之后就到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的时代了 当美尼斯 埃及的第一个法老建立起统一的埃及时 他在尼罗河的中部 赫利奥波利斯的南部 找了一块地方作为埃及两部分的首府 他还仿效补塔 在尼罗河中堆起来了一块人工土丘上 修建了孟非斯城 里面的庙都是为补塔建的 孟非斯到今天 已经成为埃及的宗教和政治中心 超过一千多年了 但是在公元前2200年的时候 埃及却经历了一场混乱 学者们也不知道其原因 有些人认为是亚洲的侵略者导致的 他们奴役了埃及的人民 侮辱了埃及人敬仰的神 不论埃及的独立是否是真的 是否遭到侵略 但是南部的埃及是稳定的 因为南部是不容易进入的 150年以后 当埃及又回复平静的时候 政治和宗教的力量 王权的特征 又重新从迪比斯城兴起 迪比斯是一座古老 却并不壮观的埃及南部城市 位于尼罗河畔 这座城市的神叫阿蒙 藏着的那一个 也就是亚历山大所寻找的神父 阿蒙尼亚 作为地位极高的神 他被尊称为阿蒙拉 藏着的拉 不知道他是否就是同一个拉 而只是现在看不到或藏起来了 或者全然是另外一个神 希腊人把迪比斯叫做 地奥斯波里斯 宙斯之城 因为他们把阿蒙和宙斯 放在同样的位置 这一事实 使亚历山大 很容易把自己和阿蒙联系起来 当亚历山大 在西瓦的绿洲 接收到了阿蒙所谓神的暗语之后 就立即去了迪比斯 在迪比斯和迪比斯的外围 即现在的卡尔纳克 卢克索 戴尔拜赫里等地 亚历山大去了阿蒙的很多圣词 和封碑遗迹 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成了废墟 但亚历山大还是感觉到 他对这一天的印象十分深刻 他们都是在埃及第十二代法老时修建的 其中的一个法老 很有可能就是瑟商图瑟斯 因为他在亚历山大之前 一千五百年 就开始寻找生命之源了 这些神庙中有一个 是在赫书素女王时期修建的 他也称自己是阿蒙的女儿 诸如此类 关于宣称自己是神的孩子的故事 并不少见 法老对神的地位的要求 仅仅是因为继承了奥西利斯的王位 就认为自己有资格这样要求 也经常被提高到 称自己是哪个神 或哪个女神的兄弟或者儿子 学者们认为 这些宣称仅有象征意义而已 但是有些埃及的法老们 如埃及第五王朝的三个法老 却一直坚持说他们是拉的亲生儿子 说自己是拉在他的神殿里 让里面的最高神父的妻子怀上的 其他也称自己是拉的后代的国王们 刚把自己出生的方式解释得更离谱 他们称拉把自己附身在在位法老上 通过这种手段 他就可以和王后交欢 所以对王位的继承 就可以直接说成是继承拉 在神学上 每一个法老都被认为是和路斯的化神 并且由此延伸出 他们是奥西里斯的后代的推论 所以法老有权利获得奥西里斯 曾获得的所有东西 包括永生 即死后 复活后 去到一个世界 来生 亚历山大一直渴望进入的 就是这个神和四神的法老之间的循环 有一个信念认为 拉和其他永生的众神 能够永远活着的原因 是他们在一直不断地把自己变年轻 因此 法老们十分厌烦 带有他重复出生 和出生的重复者意思的名字 众神靠在他们的居所 吃神食 喝神水 来使自己保持年轻 所以 国王们想要得到永远的来生 就顺理成章地 要去到众神的居所 以便能吃到神的食物 古老的咒语 呼吁众神和死亡的国王 一起分享他们的神识 你带着这个国王 你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你喝什么 他就喝什么 你住哪 他就住哪 在国王佩皮的金字塔中 发现的文本写得更具体 从你的永生食物中 你的永生饮料中 拿出些给佩皮吧 去世的法老 希望在拉的天狱 在永恒的星星上 尝到这些永生的食物 在祭品之地 或者生命之地里 长着生命植物 佩皮一号金字塔里的一篇文章 描写了 他路过像不满羽毛的鸟一样的守卫 去见荷鲁斯的密室们 在他们的陪伴下 他来到了大湖 伟大的众神在那里闪耀着 这些永恒之星上的众神 给了佩皮生命植物 也就是他们一直活着的支柱 以便他也能依靠他而活着 埃及人的描绘 向我们展示了那些死了的人 有时候和他的妻子在一起 在这个天堂里 小口地喝着生命之水 水里生长着生命之树 树上接着永远吃不完的果实 海藻 这个天上的目的地 就是拉的出生地 它就是从地球返回到这里来的 在那里 四冠女神定期给他服用仙丹 让他保持年轻 就因为这样 国王也希望能得到这样的女神的照顾 给他服用仙丹 并重新让他的心活过来 奥西里斯是在年轻之源的水里面 把自己变回年轻的 所以死后的国王佩提 得到这样一个承诺 说 荷鲁斯会给他年轻的第二计 荷鲁斯会用生命之水 还你年轻 在重新复活 去到来生以后 或者说是在变年轻以后 法老进入了一个极乐世界 他的食物来自于神之间 他喝的水是酒 和拉的一样 当拉进餐的时候 就给他吃东西 当拉喝东西的时候 也给他喝 文本补充道 他每天都睡得很香 他看起来比昨天更精神了 这有点像二十世纪的心理疗法 对于这一点 法老感到很矛盾 那就是 他必须通过死亡 才能得到永生 作为埃及两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 他享受尽了地球上 所能享受到的任何好东西 而死后 复活来到众神之间 是一件更具吸引力的前景和期望 并且 并且只有当他尘世的身躯被保持在墓穴而永久不复时 他才能得到来生 因为对于埃及人来说 每个人都有一个八 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灵魂 八即指人的灵魂 同时也是埃及的一个重要神灵 其形象为人手鸟身 几乎每个埃及的棺材都会陪葬它的雕像 这意味着 人死后 灵魂就会像鸟儿一样 飞向天堂 此外 还有一个灵魂的象征 叫卡 通过它 法老就会转换到来生 卡不仅是连接生与死的一种介质 也代表着永恒的生命力量和人的精神世界 与八相比 卡的属性更复杂 在法老的身上 卡具有王权的威力 在神灵那里则体现出它独有的保护力和控制力 撒摩尔色默在他对金字塔文本的诠释中说 卡代表凡人所崇尚的一个神的典型 换句话说 这个概念象征着在凡人当中存在的一种神的元素 一个可以在死后将自己的生命带入来生的双重体 如果来生可能的话 那么想得到它并不容易 死后的法老要穿过一条很长并且充满挑战的路 而且还需要历经精心制作的礼仪准备之后 才能踏上这条路 法老的神话的第一步将从他的纯话开始 而纯话又包含不朽话 木乃伊话 这样一来 死去的国王就可以像奥西里斯和他的所有的成员一样 获得永生了 经过不朽话以后 法老接着进入一个埋葬程序 即埋葬到金字塔里面 而且在金字塔前面还要有椭圆形的柱子 在这个牧师神庙里面 祭祀性的法式是为了能使法老在旅途结束后进入来生 这些仪式被埃及的葬礼记录称为开口 这些仪式都有一个闪祭师 被描述为一个穿着豹皮的人来主持 学者们认为 这种仪式程序实际上就像它的名字所表达的一样 祭师用一个弯的铜锯或者铁锯 把木乃伊的嘴巴打开 或者是打开象征死后国王的雕塑的嘴巴 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 仪式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打开死后国王的嘴巴 或者就是打开到天堂的入口 之后木乃伊被紧紧地和着其他材料裹起来 并且将国王的金面具放在上面 这样以后触碰国王的嘴 或者国王雕塑的嘴的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事实上 此时祭师所引诵的对象不是死者 而是为死者开口 以便使其能够获得永生的神 在开口仪式时 对于和路斯的眼睛的处理是有特殊要求的 因为他在和赛特的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 这样去众神住的地方的路才会为国王打开 他才可能和他们一起生活 法老的坟墓东边有一扇砖石结构的甲门 它实际上是一堵墙 在经过传话 其四只被裹起来并开口以后 法老就被认为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 摆脱了熟视的尘埃 根据金字塔文本的说法 法老自己是过不了那个石头墙的 你站在了阻止人们进来的门前了 文本说 直到他 这个部门的主管 一个负责这个任务的神使说 会出来见你 并抓住你的双臂 把你带到天堂 去见你的父亲 在得到这样的提示以后 法老就通过了甲门 走出了封闭的墓穴 然后 祭师们就高喊一个咒语 国王已经在天堂的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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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风中 在风中 他没有遇到阻碍 也没有人阻碍他 国王 神的儿子 自己一人来了 拉会带着食物从上面来践踏 食物会从天堂来 国王就是转世之人 但是 死后的国王 在升到天堂和众神 一起吃喝之前 他必须经历一段艰难的旅程 他要去的地方叫 尼特科特 山神之地 他 尼特神 有时被象形文字描绘为一艘渡船 上方有类似于旗帜的标记 法老要到那个地方的话 就必须穿过一个很大的卢尾档 这个不满沼泽的水域 只有在渡船之神的帮助下才能通过 但是在渡船之神答应帮助法老穿过去之前 他会问法老这样一个问题 你凭什么有权利穿过去 你是一个神或者女神的儿子吗 渡过湖泊之后 前面还得有经过一片沙漠和一连串的山脉 以及一系列的守卫神 这样就到了杜亚特 一个神奇的通往星星的居所 关于他的具体位置和名字难倒了很多学者 有些认为是社会最底层精神的居所 国王也必须像奥西里斯一样在这儿经受苦难 其他人认为他是在阴节 是这样一个地下世界 充满峡谷和看不见的神 有许多正在沸腾的水池 恐怖的灯光 鸟儿把守的小屋和自己开关的门 这片神奇的土地被分成十二块 要经历十二个小时才能穿过 杜亚特还有更让人迷惑的呢 虽然他有地球陆地的特征 再穿过一条山道就可以到达了 还有地下的层面的意思 但是他的名字是用象形文字写的 一个星星和一只作为主要部分的猎鹰 或者就简单地写成一个圈里的一颗星星 象征着与天或天堂的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